说到管辰辰,杨倩,全红缠,相信很多网友不会陌生,东京奥运会三位00后小将火了,成为亿万网友的偶像。 相信很多网友依然记得00后小将杨倩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,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,带着可爱的小黄鸭发卡,手指上还做了时尚的美甲,杨倩在东京奥运会一名惊人。 管辰辰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平衡幕上勇夺金牌,并且一曲带鼠摇让管辰辰火遍全红缠,被很多网友争相模仿,管辰辰也火了起来。 当然最火的当鼠年仅14岁的全红缠,全红缠东京奥运会五跳三次满分,强势夺得奥运金牌,全红缠惊艳了世界,被称为中国跳水队百年不遇的天才。 经常关注体育的网友都知道,跳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,中国跳水队涌现出很多出色的运动员,比如跳水女王郭晶晶,奥运舞冠王陈洛琳等人。 但是能在奥运会这样最顶级的大赛中,跳出三次满分动作的运动员真的很少见,被裁判一致认可全红缠毒一份。 反观三个人火了之后,杨倩回到国内接了很多代言,拍摄了很多广告,杨倩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,反观管陈臣并没有接太多广告和代言。 但是,管陈臣活跃在社交媒体上面,时不时发一些搞笑段子或者舞蹈,曾经引起很多球迷的热议。 很多球迷建议管陈臣还是把精力放在训练上面,还希望看到管陈臣巴黎奥运会夺精。 此前还爆出管陈臣怒对网友多管闲事,如今刚刚过去一年多的时间,肉眼可见管陈臣发福了,在平衡幕上面甚至都站不稳了。 随后爆出管陈臣退役的消息,最近人民日报体育正式确定了管陈臣已经退役的消息,并且给管陈臣送上了祝福。 人民日报体育表示,走下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,管陈臣即将迎来校园生活的新天地,对于每个人来说,人生随时都有着新鲜的领域等待开拓。 管陈臣的退役,一方面是身体发育导致体型变化,再就是体操这个运动项目本身职业生涯就很短暂。 那么,在反观杨倩的设计项目,可以说和身体发育没有太大的关系。 但是仅仅一年时间,从东京奥运会冠军到如今落选设计世锦赛,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唏嘘。 杨倩因为队内多轮测试成绩不如队友,无缘世锦赛了。 很多网友吐槽被代言综艺耽误了,对22岁的杨倩来说确实有些可惜。 巴黎奥运会还有两年左右就要到来了,大家杨倩还能参赛吗? 在反观东京奥运会爆红的全红蝉,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,虽然全红蝉也迎来了自己的发育观,但是全红蝉依然巅峰依旧。 此前的布达佩斯世锦赛,全红蝉在207C出现炸鱼的情况下,只以0.1分之差输给陈玉希。 足以说明现如今全红蝉依然很厉害,很多网友遗憾管陈陈和杨倩都跌落神坛,为什么15岁的全红蝉还巅峰依旧? 更多的原因是中国跳水队对全红蝉保护得非常好,领队周济红工作做得到位。 全红蝉火了之后,中国跳水队有意保护全红蝉不受外界干扰,不接广告不参加综艺,同时给全红蝉安排奥运舞冠王陈洛林来做主教练。 还有今天全红蝉的巅峰,不得不说国家培养一个出色的运动不容易。 周济红非常珍惜人才,周济红的带队和铁腕至军值得其他项目学习,说对吗? 周济红尾 周济红